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日总结 我是FIKO文英文 夜市和大家看看内地和本港股市的收市情况 内地股市收市全线向上 上证卓入指数升52点、3320点 深淨成分指数升268点、12584点 湖深300升73点、4343点 创业板指数升82点、2760点 恒指方面 今日收布21,273点、265点 国企指数升128点、7463点 科技指数4,653点、18点 大市成交由1,205亿 接下来看看今天一些焦点股份表现 阿里巴巴今天是科技股蓝草ATMXJ表现最佳减 今天收升6% 最新传出阿里旗下的金融科技企业蚂蚁集团 计划在本月底前向人民银行提交金融控股公司牌照的申请 银行也有意受理 市场关注蚂蚁整改是否到近尾声的状况 今天也看到汽车股的板块比较强势 因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在会议上只要进一步释放汽车消费潜力 包括支持新能源车消费等等 政策实施预测今年增加汽车和相关消费 大约2,000亿人民币支持新能源消费的股价今天做好 今天见到理想汽车一度升超过9% 小鹏汽车升超过9% 传统汽车方面 吉利汽车也升超过7% 唱烯升超过6% 另外今天见到电子烟概念股 斯摩尔的股价特别强势 收市升超过5% 报在21.65% 美国FDA会否决电子烟品牌Ju 继续在当地卖电子烟的申请 较早时FDA批了给另外两家同业 可以继续卖烟草味的电子烟 其中一家叫Android 斯摩尔亦是他们产品的核心供应商 另外商汤今天的表现比较弱 收市要跌超过4% 因为它被密格里纳入沽售名单 麦格里报告说 商汤禁售期在今月底届满 按目前估值计算 明显比对手高 重新跑书大市的评级 目标价是1.9% 看到3.24% 同时纳入沽售名单 最后和大家看看 10只成交今天最活跃的股份表现 阿里巴巴收市报108% 升6% 腾讯升1%375% 美团升0.5% 報192.6% 比亚迪310% 升4.5% 吉里升7.16.84% 新东升1.1% 報243.6% 理想汽车升9% 報154.2% 南方恒新科技升超过2% 報4.61% 新东方在线跌6.1% 報18.18% 快手升超过1% 報83.55% 今集的节目时间 就差不多和大家说到这里